那麼我們這間店的設計裡面 稍後再會後我們會在店內給大家介紹 男裝女裝我們還有一個很漂亮的VIP室 那待會兒都請我們莫菲菲進來慢慢欣賞 2 1 恭喜我們的圓文 謝謝你們大家 恭喜各位 正式看莫菲菲菲的麵欣賞 謝謝 謝謝 也不完全全然是傳統的東方圖中 所以在一些 detail 上面有一些改進的部分 希望能夠藉由這樣的手法 來重新進入臺灣這個市場 讓亞洲區還有世界各地的貴賓 來知道說這個中國傳統圖式的一個美麵 那為什麼選擇臺灣來開啟店店 因為你知道包括香港北京然後紐約嘛 那為什麼選擇臺灣合作 其實臺灣是一個一塊寶地 那麼臺灣我們的人民 臺灣民的民眾是比較有 在世界各地是比較有這個民族文化的 所以就是這一次我們能夠進入選擇臺灣進入 開始有一種亞洲旗艦隊的原因 可不可以講一下說是我們的品牌定位 已經定價了 大概是比如說高的這個精緻品牌的中端吧 那大概它的區間價位是怎麼樣 那又怎麼樣預期這塊市場 大概在臺灣目前的狀態是很樂觀的 定位我想從中階 中高到高定位 這個跟做工布料是有很不一樣的 因為有一些是完全手工的 有一些是頂級的質料 材料 所以價位是從中到中高高階 那麼對這個市場未來的期望 其實我們品牌還是希望有一會有 因為剛剛有提到臺灣是一塊寶地 那麼也是文化 就是文化人文細細在亞洲區 最濃厚的一塊地方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進入臺灣市場 跟多一些的同好 同行多多做一些切磋學習 就這樣 嗯